專注於美股的投資者舊老大 舊老大歡迎來到現場 大家好 主持人 很有趣 舊老大雖然做美股 但是講的是一口台灣腔 非常的道地 我們今天其實從美股的角度 來跟各位做一些系統性的延伸 然後跟各位做一些時事上 尤其是川普最近欄意的一個分享 觀眾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提問的話 歡迎你隨時在我們的直播當中做留言 好 那我們今天就正式開始今天的直播 歡迎各位來到財經號角 舊老大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請舊老大 先跟我們做一個最及時的預判 因為今天周一 其實川普確診的消息 也不過就是兩三天而已 面對這樣的一個政績性上的一個消息 想當然而 對於10月份整體的波動幅度 一定會加劇 我想先請問一下舊老大 嘿嘿 你說 這種政治性的一個消息 會不會影響到你短期內 美股之間部位的一個變化 短期的話會 因為我們說 如果說政治的因素的話 一般是在美國國會 大概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們說了 或是在說的過程 那個造成的波動其實比較大 您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要關注的反而是 2.2兆的新疏困案 而不是川普的這個本身的一個狀態 重點其實一直都不是在川普的 辛苦的 因為美國總統 美國制度其實很穩定 所以你不用太煩惱說選舉的問題 重要的是說 因為那個紓困案的金額 目前談到大概1.6兆到2.2兆 直接還在談 因為金額還是有一些落差 我們說兩黨的共識還是要妥協一下 不過這個金額 格上只有1.6兆 也是很大的 它足以讓我們說 美國股市造成比較大的波動 因為如果輸困案沒有 大家會失望的 如果輸困案有 大家會覺得你要再贏錢 其實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的紓困案 其實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 兩黨似乎對於這一次新紓困案 都有一定的一個預期 因為想當然裴洛西 幾乎自己已經斷定 拜登當選是一個勢在必行的一個選項 所以如何去塑造一個有利於 拜登的選後的一個環境 對民主黨來講也很重要 那對於共和黨來講的話 那當然現在能夠拉起一點 民調是一點 但是就老大你這樣講 不管是民主黨最後執政 還是共和黨持續的執政 對於股市的影響 其實不是特別的大 我們反而要關注的是 到底這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能否持續是這樣嗎 應該說我們一段一段看 一段一段 但是至少我們說比如說 雙劑進進這段 那我認為說 紓困案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疫苗應該短時間內不容易出來 你說雙劑要出來 這機率真的是比較低 因為那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短期影響可能比較大的 就是紓困案 因為如果紓困案 他們真的要印錢的位 1.6億 還有FED 連準會議也還有錢 要換到兩億的錢 這兩億這如果全部都壓下去 其實金額我說很大 他金額大到說你沒辦法去忽視說 他會對股市造成一個蠻大的影響 所以反而我認為說 總統的候選人變成沒那麼重要 其實從計算面來看 一年美國的GDP 差不多也是20兆美元左右 現在最後一個法案 應該是最後一次法案 2.2兆 莫名其妙就增加了美國GDP10% 所以老實說 這一種大傻幣的一個後果 跟它的副作用 難道不會讓我們在下一次的股災 摔得更重嗎 你漲的這麼多 全部都是虛幻的貨幣所堆疊起來的 那如果下一次 比如說自發性的泡沫破裂 那是不是摔的會比以往的泡沫破裂 還要來的重 那反而我們現在如果持續的追高 不是風險重重嗎 其實大家都會認為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 印這麼多錢 所以股市應該是用錢堆出來的 這我們承認也有 對就是因為股市版就是 基本面加上市場預期 對 但是大家覺得市場預期好像比較樂觀 因為印很多錢 不過我的感覺 我自己做研究是 其實美國的基本面也是 不錯的狀況 是 基本就是說 每一個產業可能分配比較沒有均勻 不過今年第二季真的比較慘 對對對 看據新報告 第三季預估是成長35% 等於是第二季衰退的夠多 所以第三季才可以談那麼久 你的機器低到低 一般來講下一季 你說寄生的話 寄生年率本來就會增加比較多 或者是明年的第二季 大概年增率也會大 大幅上升 因為今年第二季比較糟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美國的經濟 不像想像的那麼的差 所以我認為說 股市它並不完全就是說 我們說G幅很多 它還是有蠻高比例 是基本面還是不錯的 因為你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很多經濟數據 它的表現是不差的 比如說零售銷售 跟去年通緝相比 其實它是成長的 要不要說大家 也是願意花錢去消費 你花錢有做消費 企業有賺到營收的月 其實那是可以支撐說 勾票維持在一定的高價位 所以我倒不見得說 印了鈔票 那個股市就一定是泡沫 你有可能短線 就股市比較high 但是不代表說一定是泡沫 因為你基本面有成長 我們說一般的經濟 你如果有成長的月 其實勾票也是可以 動你的相對高的位置 不過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您剛才提到一個消費數據 相較起來 其實反彈的幅度非常的快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到第四季了 我們都很清楚 第四季相較起來 是一個傳統產業的旺季 你想現在是中國的十一連假 下個禮拜 這禮拜我們就要 國慶連假又要來了 然後接下來是雙十一 雙十二購物節 然後美國的耶誕行情 到華倫的新年 所以第四季的傳產股 我們很清楚 其實今年從三月談到現在 都是科技股在張 都是科技股在拉 基本上是 對 那有代表著 如果行情 假設我們的多頭方向是確定的 跟隨著因為經濟會復甦 那會不會代表著 第四季 或者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資金會開始進行 產業上的輪動 還是說 其實美股接下來 就只有科技股 可以持續來做帶動 其實我覺得很多傳統的產業 產業 他也是要課疫苗 因為你疫苗出來 比如說 我們說基本的 那些人們比較敢做 更大規模的活動 比如說旅遊 觀光 航空 還是年代的自由 這幾乎都需要疫苗 因為你疫苗解禁了 人們才比較敢做 大規模的 我說更大規模的消費娛樂旅遊 你這對經濟跟幫助的比較多 但是你疫苗也真的不出來 所以你才看著科技股 它的受益也是比較明顯 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疫苗出來 以美國人現在的情況 因為美國人現在其實財富狀況 比半年前改善很多 因為失業救濟金發下來 大規模 我們說國家資產轉移到民間身上 所以它的消費力其實有夠 你看美國人現在 比如說到現在十月 公佈9月份的汽車銷售 其實銷售數據是已經快接近回到疫情前 大家都不想接觸人 所以自己開車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如果民眾要去買車代表說 他錢是有夠的 對 他沒有錢 不會去財產買車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他其實有錢是消費 現在疫情的關係 算它半封鎖 所以如果說疫苗有出來 我覺得說很多傳統產業 他其實也得到蠻大的訂單 不會說只是放個科技 因為如果人關起來 還是他對疫情有疑慮的話 他就會做比較多非接觸性的消費 但是從輪動來看 因為經濟遲早會復甦 就假設我們知道 疫苗或者說 疫情總有控制的一天的話 傳產股的一個補漲空間 其實不只是台灣 其實全球的傳產股 這一波 如果比較今年的年初來看的話 多數以來類股都是跌的 競雄就競雄 這不意外 對對對 那我們這樣子來看 現在到底是一個加碼 趁科技股進行一定修正之後 加碼的要點 還是說我們應該轉而去布局 這一些相較落後的傳產股 或者台灣來看的話 可能還有包括的金融股 因為這些產業相較起來 今年真的很弱 今年非常的弱 都是科技股在拉抬 尤其科技股在 這兩個月又進行了這麼大幅度的修正 那我到底是趁著修正 把資金投回科技股 還是說我趁現在把資金布局在 這些落後的部障的傳產類股 其實我認為 疫情爆發以後 跟真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至少以美國的科技股 他的營運也是一個獲利的 大家都要衰退 科技股也是營運還是獲利 這代表什麼 他在蓋是有他的基本面 他不是說我都沒賺錢 他在蓋 沒有 因為疫情之下 其實我們說科技股 數位轉型 他算是一個受惠的情況 那你說現在就算 好 今天有疫苗好了 很多產業 傳統產業開始恢復 你說有疫苗 光光航空可能就起來了 有光光航空 不僅人員需求也起來了 對 很多產業也起來了 還是說餐廳 可能行業也更好 有人可能就 也願意跑出去做一些消費 還是餐飲 我相信這些會有 但是這些在成長的同時 你說背後很多的科技嗎 不會受樂觀的影響 我覺得還是會 你也是 因為 我感覺舅哥有一種 有種死多頭的感覺 就反正市場總會好的 經濟總會好的 是這樣的意思嗎 第二番也是 我覺得你這樣想 也是一種風險 因為你說疫情的情況下 大家消費給我們封鎖 像疫苗 大家的消費能力會擴張很多 不過比說 只好最簡單就是說 你像觀光產業 應該全球都沒落的 對 應該沒有 像美國的觀光客 大概少了九成以上 你少了九成 你不可能恢復到 我說沒有疫苗 絕對不可能恢復到像之前 但是你看喔 如果說啦 如果說有疫苗出來 你不要說觀光業 恢復到疫情前 是 恢復三分之一就好了 是 那些人的全世界 他去各地去做消費 其實舅哥的意思就是 假設疫情受到控制 是一個前提的話 基本上 這些傳產股 全部都是一個落後不張股 對 因為消費的大餅就是會增加 有的人分得多 有的人分得多這樣而已 不過舅哥你剛剛提到一點 你剛剛講說 我們趁這一波洗劫了國家 洗劫了工部門 這種貨幣寬鬆所造成的財富 可是你往另外一個反向面 來做觀察 其實也是大量的私部門的債務 往工部門那邊送 等於是我們把目前有可能 違約的這些包括公司債 包括各式各樣的債券 都轉移到了工部門 這從一個系統性風險來看的話 難道不代表說 我們下一次泡沫破裂 會摔得非常非常的重嗎 我們知道 的確這一次 剛才舅哥講的 有可能泡沫沒那麼多 可是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 這些一定會違約的 甚至是垃圾債 都已經慢慢的轉移到政府手中了 難道沒有那個風險在嗎 未來有一天會爆發 是 就像我們說 那我們現在投資不都沒意義了 對不對 一次摔回來 不一定啊 你在崩潰經濟走的人 他其實也不是說 不見得說一定是完全無法判斷 或者是說你看 像1990年代末期 股市有大修正 2000年股市也有大修正 2008年我們說股市也有大修正 歐債危機也修正很多 你跟錢啊 甚至到最近 疫情也修正 對 其實我幾乎可以斷經說 未來還是會有修正 問題是如果你拉長 比如說你拉長來個 20年30年 還是說來個2050年以前來看 修正就是買一點 對 這個修正夠大 其實後來都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基本來說 人類的生產力 還是在持續做 提升 提升啊 你的消費力也是在做提升 所以我們沒想到去煩惱說 那種大多頭醫藥 沒錯大多頭醫藥會泡沫 所以從純股族來看 其實還是沒風險的 如果你是定期定額 這種ETF指數型的話 基本上是沒什麼風險的 你如果說是美國的股票 美國的股票是沒有風險 因為他長期來看是跟著人類的生產力去提升的 可是舊哥本身的操作 其實沒有那麼指數化投資 沒有那麼定期定額投資對不對 您是比較偏向於景氣上的價差投資 對對對 您剛才提到說 要在這個股市泡沫破裂之前 閃 那你告訴我一下 要怎麼閃是最好的閃法 其實我在部落格提供了一個 我們說比較蠻常看的就是 fear and greedy 貪婪指數 對對對 那個模式 其實你很適合去做 反市場趨勢的操作 對因為他幫你把 說現在市場有多悲觀 有多樂觀 我們做一個量化的概念 讓你量化的功力可以去判斷說 大概的方向是哪 比如說現在市場最近恐慌指數 可能掉到40 可能有點恐慌 但是比年初來講 今年三月來講 好像沒那麼恐慌 因為年三月可能 恐慌指數降到 貪婪指數 對 貪婪指數 說不對 因為貪婪指數降到個位數 那我們就覺得市場比較恐慌 還是說 今年的年初一月份 一五月的時候 那個就表到九十幾 我們就覺得市場比較貪婪 那目前現在在中間 那我們說你可以去用部位去管理 那中間是要怎麼說 不買不賣 你可以維持比較低部位 比如說我們可能持有的部位 可能假設 我說假設一個持有25% 那是不是市場漲了 你手上25%有痰 市場的熱 你手也有七千元資金 可以做加碼的動作 就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概念 你認為是夠貪婪 九十八 你說跑到九十應該算 這算貪婪 進盤能出清了 呃 你也不一定要出清 不過如果你如果說沒報 你可以出清 我覺得是沒水分 因為如果你譬如到九十幾 一般來說代表市場已經起到很樂觀 那低要低到多少 我認為個位數吧 那個位數 差不多 如果你是做一個大波段 因為有的島主人是想我的 我們這種是自以為可以判斷 呃 相對高低點 說話去探資本利得的價差 試著看看能不能賺到 那如果你說一般的島主人 我說他不用做這麼多 他可以做到大波段 你不能說 你不一定要做到大波段 你如果做到大波段 其實 呃 你說這個指數index 就是照到左邊個位數 啊照到右邊九十以上 通常就是一個 通常就是一個大循環的頭尾了嘛 不敢說最低或最高啦 但是已經是相對頭跟 相對尾了 這問一下 問一下舅老大 我們常常講的這個恐慌指數vix 它是追蹤標普的 恐慌的vix指數 對 它有實質的買盤 來幫助我們看一下市場上有多恐慌 可是貪婪指數好像不是一個 並拿來市場上交易的指數 那我怎麼知道 它的貪婪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它的計算模式 它是比較複雜的 哦怎麼說 因為其實像我觀察蠻多的啦 像我觀察蠻多 它主要還是以S&P500的狀況 它去做一定的追蹤 那既然它會加上比如說你說市場的一些訊息 它也會加入去做判斷的狀況 所以比如說你說科技股起很多 它不一定會跟著漲比較多 因為我們說它可能反映S&P500的比重比較大 就老大你這樣會建議說 其實也不要只用貪婪指數 也可以用股價建築比啊 本益比啊 巴菲特指標啊 其實它都勉強可以分出一個高低基期嘛 對吧 其實我會建議投資人說 你可以多去看其他的指數 沒關係 其實就是因為齁 你看很多人現在都很亂 所以我自己有投資人看的 或是我自己看我就說我有feel and greedy 這樣模式去做判斷 因為我說啊 你如果是做很大的波段的話 是 其實有時候你不用想在乎說 那短線的波動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你今天10月份 還是9月份 可能美國股票去 貸貸做一些回檔 或是說有困難 或是說有雙擊 是 不過你明年後回來看 你就發現這不常是一個歷史 大波動裡面的小年輕人而已 對 讓你可以解決的時候 你如果說跳脫市場情緒 不要說在乎小的波動的話 其實是不那麼重要的 你聽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本來你說feel and greedy index 它要降到個位數 還是飆到90幾 其實不常見 你說不只一兩年 這次疫情有嗎 這次疫情有 3月有 3月有降到1 那現在有到90以上過嗎 沒有 最近都沒有 所以你都沒賣嘛 是不是 我們有降 我們有降一些部位 降低部位 但是沒有到90以上 就全部賣光 對 你可以說我們手上沒有到完全的賣光 對 錢要放到口袋才是真的 你說部位 部位比重還是有 對 相對高低 但是我們手上都還是有留一些 就是一些現金一些部位 只是做中間做 調控的狀況 我們在進行這種股災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精力的投資者 其實都知道要試著去抄底 問題是往往要嘛就是子彈太快打完 就是台股跌破1萬點 跌破到9000點 他已經all in了 結果9000跌到8000這一段 他就接不到 從貪婪指數的角度 我要怎麼確保我的資金可以分批來進行入場 我是用跌幅來做判斷嗎 還是說我從貪婪指數 每跌到一個幅度來做判斷 可是如果他還沒有夠恐慌 就馬上就彈身了 我資金來不及投進去怎麼辦 或者說我資金已經全部投進去了 結果還在跌 那該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投資人有一個訊號 就是他做投資 就是你人生當中有一些錢你做點賺不到 這是這個是 你問想外交的人說 我股票熱了 我一定要把錢放到100% 今天還沒賺完 他股票又蓋下去 沒有啦 你就是要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有一些行情你做點賺不到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可以 確定這間你可以接受 就教授你分享一下 這三月份這一種跌法 你大概 本來預計要投入的資金 有幾成投入 還是已經百分之百投入了 你大概當時的預判狀況是怎麼樣 可以給我們輕輕推演一下 按照以往的歷史 我們說比較普遍 跟普遍去看到 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大半下到 20%就空投了 20%就空投了 所以20%我們大概一般來講 其實近的比重 應該都會超過50% 20%就50了 那如果像08年 台股都跌到五成了 對不對 但是在那個情況 你一般來說 我們這一派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為市場的經濟的表現 我們是可以事先去看到說 高平的跌到那裡 恐慌不 我們的做法是說 因為你一般來說 你要跌到超過30% 40%到50% 那個比例是很少的 所以一般來說 我每天說 不會想說去賭 這個情況出現 對不對 你如果說 那個球飛過來 差不多是好球 可以接受就打了 是 或我是說壞球 但是不要太差 也會打了 但是 你不能每次都去賭 投手會爆頭 有道理 你不經常 你整個 整場都打完了 一個爆頭也沒有 我們不可以說 賭 那個很極端的狀況 而且 額 格選有那個很極端的狀況 你可以用部位管理去做 你不要漏到100% 我說 你賭的那種股票 至少留個一層等到50% 結果你比 你不要 你不要說 你融資很大的比例 其實市場是沒那麼危險的 這有個重點 就是說 如果股市的反彈速度 不夠快的話 融資真的有可能斷頭 因為可能在底下震盪 所以你如果沒有融資 我感覺應該是 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就買了就放著 至少有一定會漲上來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建議 當初人的都是說 你買大盤 大盤指數ETF 這是沒什麼的重頭 尤其你再買米國的月 我覺得效益是 很OK 而且你要去想 就是說 大概股價越點越低的時候 市場越恐慌的時候 我還是認為 它是比較好買的時候 你就慢慢買下去 你如果說買不完 股票去掉了 去掉了 你會贏 你就剛才賺不到 可以賺的機會 其實很多 你看你的人心 其實很長的 你的人心很長的 你會經歷很多到景氣循環 你不用趕緊說 一定要這半個 其實就好 這樣一個操作模式 老實說 如果根據過去幾次的修正經驗 每兩到三年都會一次修正 對不對 其實 今年的修正 18年年底 也來一次修正 對吧 然後 14年 11年 歐債危機 08年 對不對 你往前好像每推個兩三年 就一定會有修正期 那只是說 當下的修正期 我們無法判斷 到底是 真的崩盤那一種 跌到40% 跌到50% 還是就是一個 20%的一個 小幅的一個 修正期之後 進行回去 其實我覺得 你說要大規模的崩盤 對 我很怕 因為以後 你要那種大規模崩盤 是很明顯就是說 就是經濟學上的產人 也重過剩 對 你的生產力遠大於消費的情況 但是我認為說 那個在接下來的時代 要發生的機率 越來越低 可是 你想想看 市場 我們雖然講說 歷史不會重演 但它總會押韻 就 人類的物質文明是越來越好 但是人類的精神文明 就是會有泡沫 你會發現 不管 聯準會在怎麼嘗試的去調控好 景氣上的一個循環 股市上的一個循環 就是會有泡沫破裂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聯準會自從 我們講的這種 一九 十九 二十世紀 開始進行正式的干預之後 聯準會盡可能的去干預 就是會有泡沫破裂 一定會 因為人類的世界 本來就是 繁榮蕭條 繁榮蕭條 摻雜 對啊 本來就是在 供給 就是我們說 生產跟消費 有時候生產大於消費 有時候消費大於生產 人類會在這之間做 波動盤整 然後長期向上 所以你不用太 就我說 就算經過一九二九大蕭條 是 沒錯 跌很大 因為十年誰承受得了 十年 十年都這麼蕭條 你股市對不對 對 十年都沒有任何的資本利得 但是 但是那個情況是很明顯的遇到 比如說我們說 生產力明顯過剩 對 接下來是民眾的財富 明顯相對比較探地 是 一般來講比較常見的是像2008 對 2008其實也不常見了 那我說它出現的頻率比較高 2008年已經不太像是泡沫破裂了 它比較像是 次貸上 就是房市自己的問題 不小心牽扯到 銀行的債務 但我倒認為說 也不見得說 完全說定義掉是房市的問題 而是說那個 是很典型 就是說人類的消費力 它跟不上生產力 對對對 你才產生 如果消費力還是持續在於生產 就算你說房地產有泡沫 它不會破 是 人們還是撐得住 只要他賺的錢夠多 還是繼續在做消費 那我們說 其實你就算有什麼泡沫 你說車貸 鑽貸 這幾年鑽貸影響也蠻大 一度是很大的 你說有沒有破 沒有 你只要人類的消費力 還是大於生產力 那不會破 就是我們說 那個情況是維持住的 那就不會破 你說可能會破沒有錯 但是那個情況 我必須說很少 至少我認為短期幾年 不會出現 因為 我們必須說 美國現在的財務的健全度 算是史上 我必須說 它算是歷史上 相對比較高的狀況 很多人會覺得 泡沫要破 因為那個價格比較高 對 他說你只要消費力是夠 大於生產 是 那那個泡沫 它只會破一小塊 它不會說很大規模 像2008 或像1929那樣的情況 這個我就要探討到 您剛才說到 這個消費力 如果追得上實體虛體價格 比如說股票 資產價格的一個發展的話 那麼泡沫 可能就不會破滅 這個消費力 通常 我們進行的觀察 都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或者我們講通膨率 對吧 那是不是代表著 後續聯總會想要讓消費力 能夠追得上資產價格 最好的方式就是 增加通膨 提高通膨 你想想看 政府欠了這麼多債務 你要還債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刺激通膨 對不對 溫和通膨 也不能太高通膨 可是它通膨速度不夠快 那麼就會讓我們 瀕臨著這種泡沫快要破裂的風險 嗯 其實我必須說啦 人類的歷史上 這幾年 有一種生產力是很明顯在提升 但是 大家 其實沒什麼去說 像我們在觀察美國的庫存 如果你去看你會發現說 像Amazon啊 或者是很多 你說甚至是 Amazon啊 對呀 甚至說其他企業都好 你會發現說 美國企業 這十年來 其實它的庫存的調整的狀況 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甚至不要說 不要說Amazon啊 連窩嘛 或者是美國很多的量販業者 我自己去觀察也是啦 我們會說它的庫存的情況 狀態調節的非常好 因為人類的生產力 其實生產模式做了很大的改變 以前的時代是怎麼樣 比如說 一百人要買東西 工業端生產端 你先做一千個 把價值大幅的壓低 一百的賣之後 九百的 放你的倉庫慢慢賣 做促銷啊 你聖誕節消防機閣做促銷 現在時代不是 你做大數據做研究 做統計 幫助後台做研發的結果 我可以讓事前先預購 還是說事前怎麼樣 他先做數據統計 你要買一百的 這個市場一百人買東西 我工廠 我新產一百的 一百的不只要幾十% 一百一百一百一十個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的庫存調整會大幅的優化 所以你要看你現在說要生產嚴重擴增 我覺得很困難 你要像2008年以前 你說 新產大幅的剩下賣不掉 我覺得那個情況的比重 已經大幅的去改善 所以你說以前 你說2008年以前 可能經常會有那種生產 遠大於消費 對 但是在這個年代 它的螺模式會越來越低 因為現在的模式 你經過數據優化的結果 市場或是生產者 他會去預估市場大概需要多少消費 我再來做一定量的生產 所以你看 生產要大幅大於消費 那個難度其實比較難 舅老大的意思其實是說 我們在後續的一個 股價上的一個漲幅 其實會更精準的反應 基本面上的一個數據 對 這個是人類生產力很明顯的提示 你看像很明顯 你現在做消費 你Facebook看幾個東西 你只要看個電視劇 或看個家電 家電的廣告通通出來 精準投入 可是很矛盾 就是如果我們所進行的 這種基本面上的追蹤 是越來越精準 那為什麼虛體經濟 資產價格上升的速度 卻是史上前所未見來得快 為什麼會這樣子 資產速度上升得很快 快到有一點 我們都覺得 這個好像已經很泡沫了 可是我們的 對於基本面的一個 精準上 周期上的預測 好像越來越準確 這種矛盾怎麼解開 還好 我覺得不會有太大 會有什麼矛盾 因為你說很多 我們說了 很多背後生產力的提升 其實大概 主要的受惠者 就那幾家巨頭 是 科技的巨頭 你說科技的小的 小的那種產業 其實它也沒有太大的受惠 嗯 主要我說 營運啊 效益啊 基本上 像你說Google 它可能受惠很大 對 Amazon它受惠也很大 嗯 Facebook 或是我們說那幾個巨頭 嗯 甚至未來 你說 大數據統計轉移到手機上 有沒有 Apple 受惠也很大 嗯 甚至或者 三宋 受惠也可能也很大 嗯 那這些科技巨頭 你說 它的股價明顯成長 去推升資產成長 嗯 我認為它是很合理的 因為 以前 可能很多產業可以一起賺 是 現在模式是很大的產業 它把市場上大部分的利潤吃掉 嗯 那當然股價都成長在它身上 那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比如說我就舉個很典型的例子 現在我們沒有住美國嘛 對 不要說你沒有住美國 東南亞的人們 它也沒有住美國啊 是 但是下廣告 你說Facebook還是受惠 嗯 還是受惠嘛 甚至有些有Amazon銷售的國家 Amazon也受惠嘛 嗯 你沒有住美國 你也是用Google的產品啊 嗯 你Google有沒有受惠 有啊 估手廣告會搞不好 台灣人一堆人都嚇了 其實大者很大啦 所以我們必須說 現在美國的模式 你說為什麼科技手長很多 我資產好像很泡泡 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以前是在地的產業會有受惠啊 嗯 現在是不管住地球上哪裡 你只要有受到全球化影響 嗯 美國那幾個科技的巨頭都可以吃掉 那當地人們的消費的一定的生產經濟報酬嘛 嗯 你知道你下了廣告 或是你做了一些經濟的消費 很大的比例可能就流到 Facebook Amazon Google身上 即使你不住美國 嗯 所以你說Google Apple啊 那個美國科技 我們相信Google已經不是美國過了 是全球的Google 嗯 對嘛 Facebook也是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台灣討論老半天啊 憑概股 憑概股 那不如買Apple就好了是不是 因為它就是吃掉最大的消費效益的經濟體啊 我們說它更是大大 就是企業啦 只是它大到富可敵果的概念 所以你說 他們帶動整個科技股大幅成長 我認為沒有泡沫 因為日本在吃美國的經濟而已 如果是吃全世界的經濟 嗯 這樣大幅成長合理啊 啊 對嘛 對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直播已經30分鐘了 我們就稍微回答一下 光朋友的一個提問 好 有很多光朋友對舅老師有很多的一個方向的一個交流上的見解 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說 做美股上的匯率上的一個風險 今年其實從美元的高點回落 已經跌掉了10% 如果我現在進行了獲利了結 就算我今年抄底真的成功 我也虧了10% 如何面對這種匯率上的風險啊 你的米金不要賣就好了 你把你的部位賣掉是變成米金嘛 你的米金你存在欠在外賓的賬戶你不要賣就好了 因為股市不會這樣一直漲 可是這樣就變成 他還是會有崩盤 台股也是啊 兩段勢 就你想想看 等一下等一下冷凍啊 一定要這個等到美元回升之後 我才能再把美元給換掉 換成台幣對吧 用這樣的方式 我換為新台幣的份額比較大 可是這種操作會不會變成一種不方便的一個方式 就如果做任何的投資都是兩段勢 先從股票賺了錢 股票真的賺了錢之後呢 我再把美元啊 找到一個好的匯率 再把他換回來 不然你就是我啊 時間拉長了 把自己當成美國人啊 我們的美元都沒什麼賣了 因為美元太龐大了 因為他會有股災啊 股災你的美元還在裡面美股啊 我今天就沒得到台幣這段了 可是就會入住台灣 你不遲早要把他換為金台幣 你可以換一點點一部分啊 每一年換一些你需要的 美金你換成台幣這樣就好了 比如說你可能 稍微100萬的台幣 200萬你就換一些 做你的生活 這班朋友現在最熱烈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美元啦 那你其他的美金 我覺得你也是可以放的 你後來的崩盤 你也是可以再加 再加進米 購買米股的股票 那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的匯差 長期來看 我覺得問題不大 因為你如果多洗幾袋啊 比如說你經過 多經過幾個景氣循環 你會發現 你的美金後來都賣不完 像我們美元你的部位一大堆啊 你根本賣不完啊 你只需要一點點的台幣 這樣做而已 你的美金變成大門也是放的 但股災啊 其實台股還是會有崩盤 你台股崩盤了 美元對台幣還是會漲回來 你也是讓賣 我們這邊要切回來 因為網友們也在詢問 剛才有可能前半部沒有聽到的 所以根據目前美股的一個 基期上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對於這次的修正期 其實相較起來 是一個布局點嗎 還是說 這是一個讓我們順勢的 把長期部位出清的時候 嗯 我覺得明年下半年會比較危險 嗯 那今天應該是還好的狀況 百分之百遵守指標 我一定要等到 貪婪指數高過90 我才能夠把我的長期部位全部出清 在此之前我頂多就是做條街 你這樣做也會動 因為我說啊 你說 比如說我們說假設上漲 我說用波浪理論來講好了 五個波浪 那你可不可以一浪做到五浪 中間都不要動 也可以 有人很噴斷 他這樣做會動 對不對 我買你這利 我就從頭做到尾 我好奇 你是做超長期的嗎 這種超級大波段的 我會把我的部位 切成長線跟短線部位 嗯 啊長線部位做比較長期 長線部位 那我們大概都知道 短線部位 短線你就可以自己做 靈活的調節 這是會動的 就會可以分享一下 短線的部位 建議大家怎麼來進行 比如說美股上的一個操作 我們先講 短線至少也是 幾個月到幾個季度 好不好 也沒有那麼短 沒有到幾個禮拜這麼短 對不對 也不會這麼短 對啊 比如說 你看我們三位 做到真的 可能剩短線吧 是 來個半年一年 好不好 兩三個季節 這樣去做 那我好奇 那短線 比如說我現在趁 美股在進行修正的時候 進行一些部位的投入 那 那我出場 是什麼樣的一個停歷節 什麼時候我才要出場 嗯 比如說明年 我覺得是 或許有個好時機 因為今年的第二季 機器很低 要等貪男主數到九十嗎 你可以等九十啊 因為你怎麼知道 搞不好 2023年 要下一任總統末期 才到九十 啊 你做一個做短的波段 不過你小波段做失敗了 你變成大波段 嗯 嗯 所以你要讓我做不太停損 因為你短線套 你放長線嘛 嗯 你不是這個問題嘛 就長線掩護短線 啊你短線有坦了勒 提前賺到 OK啊 出場也是人啊 標準的這種 長線短做啊 就 你如果股市進行了 非常大幅度的修正 那就做長線建倉嘛 啊如果繼續疊 那繼續做長線建倉 對 沒關係啊 如果股市漲到高級期 我還是繼續做我的短線 做到漲不動了 他疊下來 我就改做長線 沒關係啊 你這也會 因為你說 你可以長線抗戰嘛 嗯 你兩年沒時間 你放五年十年 我有的時間跟你拚嘛 嗯 對不對 你說有的人很累的 他們可以做十年 嗯 可以啊 2020年買進 2030年 登陸帳號再看可不可以 欸你 他們沒得真的談了喔 對不對 別說 我們以前常開玩笑的時候 閃貨要怎麼買股票 就 你現在 這個 證券戶打開 然後買台積電之後 你就把APP刪掉 然後隔十年之後再回來看 對啊 你沒有經過十年 你看台積電 為四百多元 變一千元 你沒有經過 贏了一千元 在那中間進出出的 欸這個 這有位網友 Catlin 她詢問說 其實台積電 近期的 股價 其實整個台積的 大家群指數的 一個大盤上的一個拉伸 今年都是靠台積電 如果把台積電 給扣掉的話 今年台積是非常弱勢的 不過事實人類的生活 現實的台積電是存在的 欸 那個頂有人跟我說 那斯達克 你把五個巨頭扣掉 是 好像沒去的 那問題是 屬於五個巨頭就是在的 那台積電在這種價位 您會建議 台積的操作方式 一樣是看貪婪指數 然後什麼時候加碼台積電 還是說 台積電你認為是一個 閃戶朋友的話 那就是長期定期定額 持續購買就好啦 因為台積電一張 四十幾萬也蠻貴的嘛 你也可以零股零股分批的買 還是說 現在的操作模式 應該要等一個 台股更大的回檔 再來進行台積電的布局 你哪知道台股的回檔 別說了 對不對 你看十年前 可是現在基金很高啊 對不對 但是你看 像我記得 我記得我們這 幾 快十年來 我們建議投資人去做美股 每一年 應該幾乎每一年都跟我說 美國 基期高了 是 在那裡泡沫 美股是一路高上去 你以為十年過了 我不想畫泡沫 他又買不到 不過我知道 他講的泡沫 當初現在來看 好像 好像不是泡沫 你以為美國高屁 不會再去十年 現在的高點 就是以後的低點 現在的高點就是以後的低點 你以為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說 預判它是很困難的 是 因為你 一來你要判斷精準 有時候判斷失敗 沒有啊 像我們 十次大概可能六次以上都判斷失敗 是 沒有說我們就用長線掩護短線 你就這樣想辦法去做 有時候你就會說 現在 這支高屁價格比較高 我不只是說台積電 我是說你說 你又拿阿嬤都出來問 或是說 拿Google Apple都出來問 還是說美股大盤 你都拿出來問 也可以 你說現在相對高 現在對阿 你看半年前那三顆六千人而已 現在 現在修正了 也有萬億 好像很高 阿不然你如果知道 再過幾人來看 現在不會變得很高 我懂這個意思 就是你可以根據自己的 包括技術指標 包括基本面的分析 來判斷你現在要不要做短 那你做短了也沒有關係 如果做失敗了 被套勞是散戶的宿命 對不對 但是套子總有一天會解套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套勞解套的開心 比賺錢還開心 說真的是這樣子 一般有人教主 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很多時候 你就看人生 好像 你從小求學到大 對 你現在回頭去看 你有發現說 一道月的考 其實沒什麼重要 對對對 其實你看 你如果說 我以前國中有高中 還是說高中有聯考 對 你現在看 其實也沒什麼重要 嗯 嗯 不過當下 你會覺得 好像 科賣 人生會毀滅 尊重市場就會 對 不過你如果看你年紀到大 就說 這其實沒什麼重要 對不對 不然你第一次 你沒有彎 又比兩顆 顆不好更重要 不是嗎 對不對 有時候 你如果不要一直把心態 著重在當下 你看遠一點 其實 那個狀況 可能 其實沒你想的那麼嚴重 他說 真的要買多少 你有信心你買過 你買一% 如果投資 沒有把它想成 數十年的一個眼光來看的話 那就不要玩了 那個賣到 你要投 你就要準備好 抱著十年 對不對 這兩個心態就是 有的行情 你注定這四人賺不到 對 另外是說 你萬公可以放得長 來日方長 你不用說這道沒賺到 是 後來賺不到 其實有的啦 時間又有的啦 嘿 你你看 10年前 2008年以後很多人 沒買到 對 你才投資 2008沒買到的 11年14年回檔都可以買 對不對 對啊 你說 你說 你看 說 你看 20 我記得 前年底吧 2018年底 2018年底 2018年底的股災 嘿 對嘛 你看 股 那個 2018年底 漲很多 有沒有 是 然後 後來股災了 年底 對 你又算2018年底股災前跟股災後沒有賣 嗯 你給我看 今天你有沒有還有機會了嗎 有啊 你今年還有機會了對不對 嗯 你今年之後 你機會沒把握 你沒贏過兩年了 明年還有機會啊 我跟舅哥都無法保證 下個月的點位會不會比現在高 但是我們可以預估啦 20年後一定比現在高啦 機率很高的 對對 機率很高的 好 我們回答光評最後一個問題 有一位網友詢問 說 想請問舅哥 對於這種 經濟學上的 或者說 宏觀經濟上的 學習啊 建議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啊 我之前也有在直播講過 我說 學習這種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拼圖式 就是說 宏觀性 系統性的思維 比較好好的去讀一門經濟學 那另外一種是拼圖式 基姆式 基姆式就是 你可以找你各 各取所需的材料 自己組裝成一個 你想要的一個方式 這個舊老大 你會比較偏向是這種 拼圖式的 就是每一個一定要相簽 一定要全部學完之後 再來好好做投資 還是說 你覺得可以用基姆式的 選擇有用的 組起來就可以去投資了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齁 第一個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全部都學好的 是 你就算叫一個 全球有名的經濟學家 他也不敢說他經濟學耳廖 他們有自己專精的 對 他也算他學經濟項目的 其中一個入門 一個項目而已 對 他也不敢說他把全部的經濟都學起來 差不多 那你想我 我也是 我自己也不是說 經濟學出身的 我們也是 就是拼圖式的學 你其實你只好有興趣 你一直拼圖式慢慢去學 還是把東西逐漸給他學完的 所以 我覺得不必想到 做歡樂的動作 你要說真的有很多行業 你網路都學得到 往後上現在很多 教總體經濟的 其實你可以多加去看 沒有關係 拼圖學 就investment就可以了 你也這樣拼圖去學 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對 因為你格上耳正統 你也不一定賺那麼多 是 對不對 對啊 OK OK 今天跟舅老師 其實學習非常非常多 從觀念上的一個思維 到具體的一個操作上的策略 其實都會議良多 那其實教老大自己也 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真的 完全 沒辦法投入太多 經歷在投資上的官朋友 其實就跟隨著市場上的一個報酬 也不錯 也不錯 做大波段 大盤子是VTF做波 你買了 你不一定要賣 說真的 你來不及賣 也還好 對不對 其實市場上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尊重市場 你知道市場會穩定的成長 但是你要耐得住性質 這個是我們雙方都有的一個見解 感謝舅老大 感謝舅老師來我們現場 傳到社會解惑 那期待下一次 如果股災再次發生的時候 貪婪指數到10以下的時候 各位數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我們節目 要呼籲著散戶朋友們 一起逆向思維 一起瘋狂買進 感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